我們現在來到西寧閣後面的一個後山 一路上來以為這裏就差不多 是找維多利亞城介石的地方 還未是 當你見到這個去水渠位的時候 其實你是要繼續向上走 強勁的體魄就是這樣鍛鍊回來的 好像收機彎的秩序圈那樣 當我猶豫引向左還是向右的時候 不需要猶豫了 你看這裏一系列的絲帶 叮叮叮叮叮 很明顯就是這樣 看到這些情況 你需要甚麼 你知道嗎 勞工手套 沒錯 我們就嘗試 很輕巧和安全地走過去 唉 糟糕了 沒有 上不了你 我們可以看看這柱子 如果遠看 都看到City Blundery 1903 應該是有人塗上白色的東西 令到它容易變形一點 跟其他柱子一樣 都是尖頂的 花崗岩 由於它就在整個叢林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保存相當之好 沒有一些風化的情況 走上來 如果你看上去 都是難的 我自己都是手腳並用 還有有一兩次 差一點點線 要求四肢的力量是非常之大 因為附近沒有甚麼東西給你攀著拉著 我們越過了所有的危機 終於回到文明的樓梯 下一站我們去哪 下一站我們去摩星嶺炮台 這裏就是摩星嶺的發射塔 我猜 之後走到這裏就不得了 1900年英軍建議在摩星嶺興建防衛設施 摩星嶺要塞的建築工程在1909年展開 1911年大炮裝嵌完成 1912年全部建成 是香港保衛置支援點 從摩星嶺山頂到山腳 合共有五個相同設計的砲台 大部份已日久失修 砲台需要11名砲兵的運作 當年砲台附近有部電梯 砲兵可以在彈藥庫 將砲彈、砲藥筒運上來供砲台使用 位於砲台正中心的坑紋 放置砲管的位置 地上依然盯著砲床的金屬釘 我們不如一起看一看摩星嶺炮台 一開始分了兩條路 究竟我們走哪條好呢 登登登 右邊 一般人如果住西環 西螢盤 其實就未必想過來這裡 所以我們今次都拍片 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摩星嶺的歷史遺跡 如果對比起西灣山 即是柴灣斜的位置 這裡保留得上算不錯 而且起碼沒有鎖到 大家都可以進去看一看 例如地坦上面還有些坑紋 有些教位 西灣山那些已經落了鐵閘 其實你都走不了進去 1941年12月8日香港保衛戰爆發 摩星嶺耀塞不斷受到日軍空襲和炮轟 炮台在炮戰中多次反擊侵佔九龍日軍 並阻止日本海軍艦艇靠近香港島 12月16日日軍出動重轟炸機 大規模空襲香港島 位於山頂指揮總部被炸彈擊中 但是炸彈沒有爆炸 附近60名守軍得以身懷 12月25日下午總督楊務其決定投降 守軍將殘餘的設施炸彈後 才放棄這個要塞 這裡是荒廢的軍營和炮台 而炮台已經平為二級歷史建築 這棵樹 還能保存得到 是嗎 這個位置是戰號嗎 這些應該算是戰號 這些位置突然炸穿 本身是一道門 炸穿沒理由這樣 都是這樣的設施 這裡可以 這些窗角有設施 但很高 好啊 大哥可以保護裡面 那倒是 哦 他們這裡好啊 那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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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一下子 身體最好 然後我感覺到我不對 這個樣子是甚麼來的 牆壁這麼高的 我的人生就是不停向上走 真的很辛苦 很累 在行魔星嶺景 真的在草叢裡也要發現 是有一間屋 應該是牆壁 一個紅磚牆的屋 好 我們走完魔星嶺的炮台 其實它的復原都非常之大 走都不是一時三刻的事 要遇到一個下午來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有興趣大家不妨上來看看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話說剛才在炮台做完結尾 就想要頂頂走下山就算了 已經差不多日落的時分 竟然讓我們發現一個WD 這個呢 我初初不知道它11還是12 但是前面也有一顆芥石 所以我們推斷到這個其實是12的 我們可以走前一點 我突然覺得這個Wall Department 芥石太容易找 得來全不費工夫 我明明是來魔星嶺 打算看看炮台 還有看看魔星嶺這條景 然後看看這顆我發現的 剛才那顆就是阿鱼發現的 這樣呢 它都是平的 這裡 剛才那個是隔起的 那就是11 其實它們不是相差很遠的 你看到剛才這條片的路程 我想都是這裡和那裡 但是那塊石的形狀已經有不同了 還有那刻有一點點分別 我們繼續走下去 看看還有沒有芥石 整件事很開心 其實我們上次來過芝加哥大學香港的校園 就是這個位置 走下來就是銀汽砲台 我遇到那次其實意識到這裡已經有一個WOD 還有9號的 它這個柱這兩面都有字 拍了的 就是陸軍部地段第9號芥石 但是我們那時候還沒意識到去找芥石 拍芥石 就以為這兩個是椅子 即是被人坐下來 你明明是沒有坐下去 但是你這樣看 其實它是芥石來的 都是WD No.9 而旁邊長一點的那個都是 是的 但是它這樣擺放 令人誤會 是一張石椅 所以大家不要坐 但是真的剛才上完在上面的摩星嶺那裡 我醒起來 這裡是有芥石 我想拍了 然後就 醒起來 看到這兩個都是芥石 哇 芥石真是處處都有 大家記得 多點留神看啦 今集真的來到這裡了 哇 結束了幾少還沒結束 這次一定結束 要不然是你OT了 好啦 我心裡想說 各位同學再見 拜拜